注意看 这是发生在离婚登记处的真实一幕 拿刀行凶的男子是被刺女子的丈夫 办离婚的你可能见过 但办离婚办出人命的你一定没见过 那办不了 那你户口不住 我办不了 因为户口本问题办不了离婚 男子竟当场抽出50米长尖刀捅死妻子 看完整个案件 让人又气又恼 感觉女子的死完全可以避免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时间 时间2015年7月3号下午4点 地点吉林省汪清县 110指挥中心接到民政局工作人员报警 称离婚登记处有人行凶 他已经被行凶男子迟到控制 接警后 警方闪现赶到案发现场 现场的情况是比较混乱的 然后周围的群众也比较多 当时微观的人也比较多 离婚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现场民警 因为男方户口部有问题办不了离婚 结果男子恼羞成怒 当场抽出尖刀捅杀妻子 还威胁在场所有人员 按照规定 没有有效的户口本 工作人员无法办理离婚手续 这对准备分手的夫妻眼见办不成 就在现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这个户口不行了 离婚这个户口 他户口签出了吗 你跟我办吗 那办不了 你第一页卡签出 你拿这个户口给我生气的 你第一页户口卡签出 这样的怎么做成签出了 那个十分钟办不完 那办不了 那你户口就跟我办不了 后来两个人就慢慢发生 就是也没超到很长时间 人说了几句 这个男人就直接就在这 在这个位置 这个男人就动手了嘛 谁常想 没吵两句 男子就从包里迅速抽出尖刀 往妻子身上通 当时非常吓人 然后这男的就像是疯狂的一样 拿刀就造成身上开始乱套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现场一名社区执法人员 猛地从背后推了行凶男子一手 男子一个亮相 暂停了捅刺妻子的动作 由于现场动静太大 屋外的人也听到了声响 受害人亲哥哥立马冲了进来 注意 亲哥哥晃了一圈 就扔下妹妹跑出去了 时间很短 也很突然 在场的人没有任何的思想准 也很慌了 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置 行凶男子此时已经杀红了眼 连续对倒地的妻子进行统刺 此时 除了一名衬衣中年男子 现场的人全部跑了出去 衬衣男操起现场的凳子 就朝行凶男砸了过去 他当时与这犬衣人进行搏斗 也用手里的这个凳子 第一次打飞了是那个犬衣人的刀 趁着行凶男捡刀的时机 被刺女子拼进最后一口 立即爬了起来 亮腔地跑到大门口 然而 由于被刺数刀失血过多 女子倒在了大门口 再也没能爬起来 此时 衬衣男依旧提着凳子 跟行凶男进行对峙 这里真要给勇敢冷静的 衬衣男点个大大的赞 行凶男一边行凶 一边嘶吼 还一边自残 一系列操作把现场人员吓得够降 当屋内所有人都被行凶男控制之后 他淡定地走到门口锁了大门 同时拨打了给家人的告别电话 我后来就蹲下来 后来蹲下来之后 就往那听到声音 就没看到 但是屋里边有 还有现在几个 七八个人吧 你们之间有没有交流 没有 也都没有交流 也就是在大门被锁以后 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行凶男此时情绪激动 一心求死的同事 还要拉人垫背 透过大门玻璃 行凶男认出了门口的教导员 他也都错了 他说了一句什么呢 他喊我名字 什么你别管 你别管 你啥都别管 我一边跟他说话 我让他情绪放松点 据了解 行凶男教李哲 被他刺杀的女子叫小崔 二人结婚才三个月 两个人本身去离婚 他就不是带什么好心情去的 然后可能这男的主观意愿 他不想 他不想 本身是不想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就要走极端路 他微信里边说了 他要走极端路 随着民警隔着玻璃门的交流疏导 行凶男反而是越发激动 难以控制 开始不停用刀子残 同时还威胁到 要杀死屋内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 医院传来了消息 被刺伤的小崔因伤势过重 离开了人世 回到案发现场 由于行凶男的注意力 完全放在了与警方的对峙之上 疏忽了被挟持的人员 这给警方创造了 与被困人员沟通的控制 趁这个时候 民警绕过前门 到后窗拿到了大门钥匙 指导员一边持续与行凶男 一边敲摩转动钥匙开门 一开始开了一个扣 他在里边听到了这声音 他说咱们那个那个 熟悉人那个熟悉一开到 有个把扣声进去摩扶 他听到了这个 把他喊了 怎么里面开门 停住了以后 一边坐到动作 一边忙忙忙忙 第二个第三个会 一开门直接往里面 面对一拥而上的民警 行凶男毫无抵抗的余地 迅速被警方控制住 话说回来 这个老六是什么原因 要对刚结婚才三个月的妻子 小崔杀红了眼呢 原来婚前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 然而小崔偏不听劝 周围所有人都看不上李哲的人品 但小崔是个恋爱恼 一意孤行 非他不嫁 然而排除万难 终于嫁给心上人的小崔 刚登记结婚不到半天 李哲就找小崔要钱 一开口就是50万 说是用于股票投资 然而李哲并没有 因为小崔不同意而放弃 他开始软得不行来硬的 对小崔进行威胁 他说威胁有他意思 我说你威胁 咱们现在是数学不小了 咱们不闹 你现在在那边闹也没用 你就找法律程序吧 这个 实在不行你就报邀邀了 北逼无奈之下 小崔提出了离婚 这个嫌疑人 认为你想结婚就结婚 你想离婚就离婚 你这不是在玩弄感情吗 然后这女人也没跟着解释态度 然后俩人就一直这么 强调到到婚姻的一处 办离婚这么个地步 也就是在去离婚登记处的路上 李哲买了一把刀带在身边 当时也就是为了吓唬买的 就吓唬买的 当听到工作人员说办不了 妻子小崔又转头抱怨他的时候 李哲被彻底激怒了 李哲抽出尖刀残忍地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2016年1月29日 李哲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回顾本案 在对刑凶者感到愤怒和对被害人感到惋惜的同时 总觉得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 对刑凶者咱们不做过多评价 社会上总有那么一小撮偏激性人格 自私 暴力 不达目的不择手的 对于受害人小崔的死有几点看不动 第一 周围人都反对的婚姻 真没必要坚持 假人首先就是看人品 人品不行 其他再好都是扯淡 第二 看到小崔的亲哥在案发现场的操作 我也是罪了 小崔第一次倒下时 冒死也要把他拉出危险区域 他居然跑出去 不管你是报警也好 拿武器也罢 人命关天 你给了凶手第二次刺杀小崔的机会 第三 李哲被判故意伤害罪 为什么不判故意杀人罪 有懂得宝宝吗 晚安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